轮到另一类木漆了 在上漆之前 木漆表面一定要光滑 没有缺陷 也不可以有任何的 比如像水泥沙浆和油渍等等的污染物 而且木漆还一定要依照图纸来完成 明暗角要平整 木材的含水率 要符合漆场的要求才算合格 而木漆的油漆种类 一般有瓷漆 Synetic Enamal Paint 手扫漆 Licker 染色剂 Stick 和氢漆 Varnish 我们先讲瓷漆 它包括一层木银底漆的封闭漆 再加上一层中层漆 和两层面层上面的氢漆 说得对 做法就是 先用砂纸将涂好封闭漆的木漆表面污渍过去 然后再用平底漆 贴平所有的木纹和空漆 等到平底漆干了之后 再用砂纸将木漆表面磨平滑 并清理好灰漆 之后 再用喷漆或者刷漆的方法刷上油漆 等到中层底漆干了以后 再用细砂纸 轻磨漆面 接着再刷上两层青漆 来做面漆 当然呢 也是在每层漆之间 在干爽的情况下 也要用砂纸磨平 并除去灰尘 不过要注意的是磁漆的流性比较大 所以要十字形扫漆 不然就很容易出现流卦的现象 最后还要记住 要顺着方向把扫纹整理好 知道了 而手扫漆呢 分别有透明和有颜色两种 它的刷漆程序 就是上一层重织漆底漆 和三层或以上的手扫漆 先具体做法就是 先将制成品用粗刷纸磨划 并将杂物污渍清理干净 如果有铁钉孔的话 就要用适当的镊子补上 等干透之后 再用砂纸 将灰砂干净 直到不留灰印为止 同时还要将整件木器制品打磨好 当扫漆木粉之后 就可以顺着木纹的方向 系上重制漆底漆 接着就要将填补的钉孔位填色 等它干了之后 再用细砂纸打磨 之后就刷上第一层手扫漆 等手扫漆也干了 再用细砂纸打磨 然后上第二层手扫漆 而至于第三层漆 就要用棉花抛光布 或者毛巾进行抛光 让它更加光滑 而有颜色的手扫漆 要先在木的表面 抹上一层平底漿 而其他步骤都是同样的做法 无论用什么油漆 记得门顶也要刷上油漆 如果是太阳晒到的地方 就要用漆把清漆 也就是Poly-Raphy-Valish 比较适合 而染漆呢 工序就跟以前讲的一样 只是上了一层染色油之后 就可以按照要求 留上两层透明漆或者清漆 哇 今天儿童游泽室果然是色彩缤纷 但是我不说啊 你未必知道 原来小朋友都有强烈对比的颜色呢 特别容易掌握 所以呢把墙壁和体积大的东西呢 由上色彩信念的颜色 这样小朋友玩起来呢 就会特别投入和安全很多了 就会把墙子放进去 就会把墙子放进去